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操练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你没有灾难 你没办法操练自己 好像我们有年轻人考到 他们叫做名校 其实考进去了以后 有很多很多功课 需要你去做奋斗 其实是一场大灾难在前头 但是他们很高兴地去迎接这些功课的困难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课 要长长喜乐 这次研究的经文是在天上罗瑞加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要长长喜乐 无助地祷告 凡事写恩 他凡事呢 他英文是每一件事情 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为我们定了旨意 要常常喜乐 所以有时候来到灾难的时候 怎么常常能够喜乐呢 需要操练的 也不是假的 也不是勉强的笑笑 好像有时候我们想得不好听 又有时候有苦笑 当然也是个笑 但是呢 是痛苦的笑 但是这些呢 是讲开心的笑 因为呢 再来 这一节经文是这样讲 要常常喜乐 无助地祷告 凡事写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吩咐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要常常喜乐 这里呢 我找到五个地方跟各位分享 史鲁宝罗没有妻子 我常常感谢神人点 我有忠心爱祖的妻子 到什么地方去都在一起 但是史鲁宝罗呢 他没有妻子 也没有家人 当然没有妻子就没有家人啊 如果没有妻子有家人就麻烦了他 就是有问题啦 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家人 但是呢 他有界限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在美国都需要的功课 所以请大家尽量好好地学 如果你拿到那个奖章 可以拿去留在那边天天地读一次 史鲁宝罗他没有妻子 也没有家人 但是他有界限 他说我是自由的 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要紧 没有妻子的时候可以到处乱跑 爹死了也没有人知道 也不需要为你担心 所以他说我是自由的 这是古灵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 我是使徒 我是耶稣基督特派的使徒 非常尊重 所以应该觉得高兴 我没有妻子也没有家人 但是呢 我是自由的 我是耶稣基督指派神的旨意 指派我做使徒的 我见过主耶稣 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喜悦的一件事情 我见过主耶稣 我见过主耶稣 你们是我在主里工作的国子 就是他对着这些 他传道带领信耶稣的人 你们就是我的国子 看见国子就会欢喜 就会喜乐 就会高兴 所以我找到这些经文 彼此一起勉励 我们在这边 可能只有我们一个人在这边 这个我的感觉是非常新鲜 虽然我是四十五 五十年前 自己一个人 我一辈子没有想到要来美国 所以常常有人问 我说上帝的旨意 一个人来到这边 举目无亲 但是呢 我们有教会 我们来到教会 基督教会在美国到处都有 所以你弟兄常常为这个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有基督的教会 一个大家庭 你们是我在主里做工的国子 若是对其他的人 我不是使徒 至少对你们来说 我是使徒 在主里 你们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 印证它 因为是希友的印证 就是证据的意思 对神我的人 我就是这样的分数 我有权柄 靠福音 吃 喝 就是生活的意思 我有权柄 娶信主的姐妹为妻 那各位弟兄小心啊 你有权柄 娶什么人呢 信主的姐妹为妻 所以我特别把它划出来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 教会里面的弟兄啊 找到一个鬼魔信耶稣的女孩子 找到一个无信耶稣的女孩子 结婚 连耶稣都不要了 跌倒下地 永远回不来 我亲眼看见 所有使徒保罗的榜样 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有权柄 娶信主的姐妹为妻 带着一同来往 与其他其余的使徒 并主的兄弟彼得一样 彼得带着妻子 主的弟兄带着妻子 只是我呢 使徒保罗选择不结婚 也没有自己的家 再回复来 再记一次哈 使徒保罗没有妻子 没有家人 但是他有这九项东西 有这九项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传福音 非常成功 我是自由的 我是使徒 我是借过主耶稣 你们工作有果子 若是其他人 我不是使徒 对你们 我是使徒 在主里 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就是我做使徒的证据 审判我的人 我就这样分数 我有权柄 靠福音赐后 我有权柄 取信主的姐妹为妻 带着一同来往 好了 第二个 第二段经文 使徒保罗没有妻子 没有家人 但是他有这些 奉神的旨意造作在基督耶稣里 生命的应许 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 这是第二次 他也提到 我是使徒 是神特派旨意 特派我做使徒 还有 在主里 我有提摩泰 是我在主里 亲爱的儿子 这句话呢 照我们来说 得很大的安慰 我们看见教会里面 有年轻的弟兄长大 非常爱主 好像常常有人说 在这里啊 很多年轻人 都是好像我的孩子一样 他使徒保罗说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自己生的儿女 但是呢 我有在主里 亲爱的儿子 提摩泰 是我在主里 亲爱的儿子 他说现在在下面 年轻人在那里教导圣经 帮忙做很多的工作 他们就是我们传道的儿子 处理的儿子 不过呢 这句话我要提醒你们 这句话 在某一个中派教会里面 就用这句话 他们称他们的传道人 为发的神父 其实发的不是神父的意思 只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封神榜 他因为他们没有神字在里面 好像自由石头像 我们中国人都是叫做自由女神像 那个神字加进去的 在英文里面没有 他英文是F-A-T-H-E-R 就是F-A-T-H-E-R 就普通的 在家里普通用的F-A-T-H-E-R 他们就用这句来称教会里面传道人做F-A-T-H-E-R 他在肉体生命里面没有自己儿女 但是呢 在传辉教会里面 他有亲爱的儿子 每次想到提摩泰的时候 我就感谢我所侍奉的神 每一次想到提摩泰 主你爱主的人 忠心帮忙做主工作的年轻人 是我亲爱的儿子 虽然他没有说 我自己生的几个亲爱的儿子 或者几个亲爱的女儿 他没有 但是呢 他要主你亲爱的儿子 OK 所以他也为这些事情说 要常常喜乐 凡事谢恩 因为这个神在基督耶稣里 为我定的旨意 所以我不要为 因为我没有太太 后悔 早就应该结婚 然后呢 生几个儿女 好像我记得这里附近呢 有一个传达人 他有十个儿子 多少女儿 我忘记了 十个儿子 所以他 我就说他根本不需要传道 他自己家里十个儿子 结婚就二十 家里跟他夫妻就二十二 然后又生孩子就几十个了 OK 自己家里的人 一来就一个小教会了 所以 但是死罗保罗说我没有 我没有妻子 我也没有儿女 但是呢 我有主里面 很多亲爱的儿子 每一次我想到他们 我就高兴 我就充满感谢 当我看见教会里的人 好像提摩他一样的爱主 一样的努力做主的工作 我就心中充满喜乐 Filled with joy 冲满喜乐 冲满喜乐 冲满他的心 所以要 所以要常常喜乐 大家看见教会里面的人 好像他的亲爱的儿子 提出你亲爱的儿子 提摩太 我就心中充满喜乐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特别我们中国人 来到这里 离开自己家乡 不要感觉孤单 你有神 有弟兄姐妹跟你同战 你要心里充满喜乐 因为这是神为我们定的旨意 在耶稣基督里定的旨意 要我们欢喜快乐 常常喜乐 看见提摩太 心里存着纯净的爱心 我就满的安慰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提摩太的信心 是从他祖母开始 然后这个信心在他母亲心里 后来就传到他心里 所以如果人要传下去 不要把持病传下去 传信心 把信心传下去 好多把疾病传下去 世界常常 我想到这里就算很悲惨 疾病 坏习惯他传下去 特别是吸烟醉酒 带一带子孙传下去 但是呢 史罗宝罗有个福气 他处理亲爱的儿子 是三代都忠心 从祖母开始 然后呢 母亲 然后他自己 三代一起下来 这是我最喜欢看见 还有我们男人非常亏欠 这也都是女的 那方面 男的好像不行 所以要努力一点 就是 这个信心在祖母那里 当然在他母亲那里 当然现在到了提摩泰 我想到这些事情 我心里就得安慰 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看见的 如果有人进来说 我几代都是信耶稣的 只是到我这一代不信了 我听到好多 没听见我就觉得 以后也要喜乐 也要欢喜快乐 常常喜乐 OK 这个信先存在他祖母 然后他母亲那里 这是两个了 史鲁宝罗没有妻子 没有自己儿女 但是他有 看见耶稣 有教会里面 儿女 史鲁宝罗没有妻子 没有家人 但是他有这些 有什么呢 我接到爱死的雪 得到救赎 这是非常要紧 我得到耶稣拯救我的救恩 我的过犯得到赦免 史鲁宝罗说 在罪人里面 我是最坏的 我是最大的罪人 但是呢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亲生的儿女 但是呢 我得到救恩 我的罪得到赦免 这是非常值得 常常喜乐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的罪过 我们所犯的错误 得到神的赦免 救赎耶稣的血 救赎我们 乃是照着神 丰富的恩典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儿女 但是呢 我在主里有救恩 我在耶稣里面 我的过犯得到赦免 这也是值得 大有喜乐 要常常喜乐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为我们定的旨意 所以无论你又如何 特别是我们在纽约这里的人 你不要以为纽约很大 纽约人很多 周围来到纽约的人 大概有一千万左右 但是呢 很多时候 住在你个别 十几二十年 是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你都不知道 所以 你要得到安慰 信耶稣就是有这个好处 你可以没有妻子 当然你们女孩子 可以说 你没有老公 OK 但是呢 你有这些 记得啊 老公不在这里 亲人 所有亲人都不在这里 但是有神在这里 跟你一起同在 我几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就是用这些 但是我那一切也是 当然 一样才能 喜欢唱的那个483 是我最喜欢唱的歌 耶稣是我的一切 还有呢 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 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样呢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要彼此勉励 常常背 常在心中里面背 如果你觉得孤单 觉得害怕 你就要把它背出来 你要相信 主与我们同在 我的生命在主的手中 不在暴徒的手中 所以也不要害怕 到处有暴徒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还是要喜乐 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 为我们定的旨意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儿女 但是呢 我得到救恩 我的罪过得到赦免 这是神给我的丰富恩典 这个恩典是神将出版的智慧 聪明 匆充足处地赐给我们 这个翻译得不太好 我英文的翻译得很好 看啊 神已经丰丰富富 把祂的智慧 所有的智慧 聪明赐给我们 这是神定的旨意 神定的旨意 神定的旨意 要我们在主里 常常喜乐 神定的旨意 要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把真理 神定 blooming 神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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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的智慧聪明 听清楚吗 他们听清楚吗 再讲一次 我可以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 但是我有神的救恩 我有神特别留下来圣经的智慧 感谢神的 值得我们常常要喜乐 神造自己的旨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这是值得大有喜乐 值得天天喜乐 上个恩典 圣经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这里这样说 在那里那样说 我们知道怎样连接起来 神造自己的旨意 让我们要常常喜乐 神造自己的旨意 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明白理解 两千年前 他们写圣经的原本 唯一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需要搞教会联合 我们搞圣经理解 如果大家都理解 原本写圣经那个意思 传天下就合意 所以合意的事情根本不要搞 我们要搞理解 那这些圣经真理 这些旨意从哪里来 神那里来 天父那里来 天父为谁预备的 为我预备的 为我们这一帮人预备的 这是圣经讲的 我可以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 但是我有旨意 我有神特别留给我的 圣经奥秘的智慧 感谢神的恩典 可以天天喜乐 第三个 现在第四了 我希望能够很清楚的 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史罗保罗说 我没有妻子 没有家人 但是我有这些 有什么呢 我在神面前 必须将来审判 使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显现 和他的果土 祝福你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必要用北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感谢神的恩典 没有妻子 没有自觉而灵 但是他有年轻人 可以这样吩咐他们 不要畏心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感谢神的恩典 要用北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最大的一个责任 我们必须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意思是 无论人家听不听 人家听 感谢神的恩典 人家不听 感谢神的恩典 人家听 感谢神的恩典 多了一些人听 人家不听什么 感谢神的恩典 我尽了我的责任 明白万一 人家不听 也要感谢神的恩典 也可以大有喜乐 因为我尽了我的责任 我的责任是什么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感谢神的恩典 今天能够叫我76了 还能够 总要专心 用百分的耳耐 各样的教训 遮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这是三样的工作 你要遮备 你要警戒 你要劝勉 要记得 不是单单劝勉 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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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也要遮备 也要警戒 如果你不听 我就叫你 下次不要来了 这些是 责备 警戒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净的真理 耳朵发芽 随从自己的情欲 真天好说 师父 言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原意 我们翻译 荒谬的原意 他英文是翻译 myth myth myth什么意思呢 自己造出来的传奇 造出来的东西 我有好多 如果我要讲 你等一下笑起来不好 因为今天是很严肃的 要天 要常常喜乐 凡事谢恩 不住的祷告 因为这是 主神在主耶稣基督里 为我们定了的旨意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所以我们做 习以别书的基督徒 传道的人 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现在我被交电的时候到了 我要离开世界的时间到了 那美好的仗 我打过了 当跑了路 我跑近了 所信的道 我守住了 一起暗暗地背 亲戚地背 把它背下来 我可以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 跟我一起同行 但是我有救恩 有上帝特别留给我的聪明智慧 我有美好的战打过人 我有单跑的路 跑近了 我有所信的道 守住了 这是非常宝贝 值得 要尝尝喜乐的一件事情 神特别赐给我们的智慧 圣经的真理 美好的仗 我打过了 帮跑的路 跑近了 守信的道 守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离开世界 是最有福气的 一点也不需要哀哭 一点也不需要伤心 就是死的时候 也可以什么 常常醒了 无助地祷告 凡事谢恩 如果你心里面 你的生活里面 有这一点 你能够说这句话 美好的战 我打过了 当堂路 跑近了 守信的道 守住了 你可以 没有妻 或者是 没有老公 没有儿女 一起同行 但是你有这个 你就可以 常常喜乐 不助当歌 凡事先 因为这是神 在主耶稣基督里 为我们定的旨意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观点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那日 要赐给我的 我可以 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 但是我有什么 公义的观点 等着我 所以还是可以 喜乐 凡事皆人 不助地祷告 不但赐给我 也要赐给 爱慕他显现的人 等候他显现 为 耶稣如果今天 再来就好 我天天都这样想 耶稣再来就好 随时再来 这时候再来就好 然后我可以 亲眼看见 谁是真信耶稣 因为真信耶稣 他们 胜上进 那些还坐在那里 我就 哦 有人今天 还没有信耶稣 我立刻就可以 看见 所以有个移民法官 打电话给我 问我 这某某人 你认识吗 我认识 他在教会 参加聚会的 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 我说 那你要问上帝了 我只是看见 他坐在那里 听我讲到 我看不见 他的心 如果耶稣 现在再来 我就立刻看见 因为他得救人 他升起来了 我就看见 一个个个现在升起来 越多越好 所以不但 赐给我 也赐给那些 羡慕他显现的人 最后啦 使罗保罗可以 没有妻 没有家人 没有儿女 但是他有倔先 所以我们做 基督的使者 好像像神 见着我们 圈里面一般 我们去基督 求你们 与神活好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儿女 但是呢 我是基督的使者 基督特派的使者 来劝你们 我们替基督 求你们 来信耶稣 与神活好 罪得受命 我没有妻子 我没有儿女 也可以天天喜乐 你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人 因为这个主 在基督耶稣里 为我们定的旨意 我会没有妻子 没有儿女同行 但是呢 我是基督的使者 我替基督 来劝你们 与神活好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什么义 我虽然没有 其神与我同行 没有儿女与我同行 但是 我在他里面 有神的义 我能够在 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神的义 我得到救恩 我得到神的智慧 我能够守住我的道 跑进我当跑的路 打胜了 因打的仗 公立的冠冕 在前面等着我 我们与主同工 这是最大的荣幸 我们信耶稣的人 传罪的时候 是主耶稣基督的同事 God's fellow worker fellow worker 他叫God's神的同工 我们的工作 是非常伟大 不过呢 这种情况 在美国已经消失了 我亲自的 亲身的经验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我的车刚刚来到牛肉 这些这里都是意大利人 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 他们一听见我是传道人 他们立刻向我立正 立正鞠躬行礼 非常恭敬 那些警察一看见我 也非常尊敬我们 现在不行 不一样 我们可以没有妻子 没有老公 没有儿女 但是我们可以成为主的同事 一起工作 感谢神的结论 所以使徒保罗说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亲人在这里 连老公或者老婆 也不在我们身边 但是你要记得 我们有这些 在主里有救恩 在主里有弟兄准备 所以要彼此的安慰 要常常喜乐 无数的祷告 凡事的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守定的旨意 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练习 操练自己 要做得到 这个神特别给我们的智慧 愿神 持物保守各位 还有四分钟 记得今天我的奖章 能拿回去 大家好的彼此能力 下个礼拜 我们有特别的聚会 你可以写一些感恩 感谢观看